先登录到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平台 在小程序管理这里面我们可以去新建一个小程序 选择快速注册并认证小程序 勾选一下我明白 然后快速创建 用管理的身份去扫描一下 EV上的这个Avrima 勾选一下运营者 还有微信认证 再点击下一步 给小程序设置一个登录的邮箱 设置一下登录的密码 下面再确认一下这个密码 输入一个验证码 选择我同意 然后再提交一下 在登录到注册小程序的时候填写的邮箱 找到小程序发送过来的确认邮件 打开它 再点一下里面的这个几乎的链接 再设置一下小程序管理员的相关的信息 填写一下管理员的手机号 再发送一个验证码 手机收到验证码以后 我们可以在下面去填写一下这个验证码 再用管理员的微信去扫一下 页面上的这个二维码 然后点一下下一步 前往首页 填写一下小程序相关的信息 设置一下一个小程序的名字 再给它选择一个头像 在本地幕可以找到一张图片去设置一下 输入小程序的介绍 基于wordpress创建的小程序 选择一下服务的类目 确认以后再提交一下 这里呢提示我的小程序的名字不符合要求 我们可以重新再修改一下 确定可以使用这个新的名字 然后再去提交一下 查看一下小程序的详细信息 在开发设置这里面会有一个小程序的APPID 在创建小程序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这个ID号